习近平发表总长进两个小时的政治报告 陆媒将外媒焦点放在北京过去十年的经济成长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 中国的快速发展是最令人瞩目的世界重大事件之一 中国共产党带领数亿人脱贫 并使中国成功转型为科技强国和经济强国 现任认可北京在过去十年实现脱贫 纽识认为这一次二十大提供世界北京在未来的发展线索 华盛顿邮报社论则分析中国崛起并不像美国预期 现在是美国反思过去对中国一厢情愿的误判时刻 以避免重蹈覆辙类似的错误 华佑认为北京现在在国际的影响力 已经超出美国可控的范围 因此拜登政府想要和北京竞争 同时又选择性的合作基本不能实现 北京崛起让川普与拜登政府相当紧张 习近平也如金融时报预测 警告美国深入台湾事务 全场掌声将近一分钟 习近平在会上三度提到台湾问题 被媒体分析比起十九大二十大对台立场更为强硬 CNN引用澳洲大学政治学者宋文迪的观察指出 这是会上最热烈最持久的掌声 这国家想实行脱钩锻炼 要构筑所谓的小院高墙 但是我们认为世界绝不会退回到相互封闭 彼此分割的状态 在二十大的第一场记者会中 大陆发改委尽管没有针对美国点名 但是对于锻炼脱钩提出呼吁 认为大陆和世界都可作大海 强调中国大陆会积极实现多边主义 朝向共赢方向合作发展 记者综合报导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深层金呢 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 我们的快点购 我们的快点购